跨越两万多公里 历经三十多小时的飞行 我们来到了地球另一段的拉美大地 在此之前 提起这片陌生的土地 我们或许只有符号化的想象 但当我们落地的那一刻起 迷雾拨开 一场地球对峙点之间的相逢与对话 正在栩栩展开 出访天涯之国智利 迎接我们的是南半球热烈的阳光 和智利人民比阳光还要滚烫的热情 行走在群山演应下的首都圣迪亚哥 和海风环抱的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 每一桩建筑 每一处涂鸦 每一寸遗迹 都在诉说着 这个国家一路走来的记忆埋络 殖民时代的历史烙印 民族融融的多元文化 和左右摇摆的政治分别 让智利拥有了独居一格的厚重和复杂 也让智利人民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 到底谁才是智利人 站在这幅名为智利的壁画面前 我们拾起曾定居中国八年之久的智利画家 万图勿勒里的思绪 思考 今日之智利 从哪里走来 又将去往何方 告别智利 飞越安底斯山脉 我们来到了拉丁美洲的另一侧 阿根廷 拉美人的热情奔放 依然是这片土地的底色 作为曾经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阿根廷黄金时代的灰光 照亮了他更为坚定的自我认同 策马草原的高桥文化 从平民窟走向世界的Tango艺术 全民信仰的足球传奇 魔幻现实的拉美文学 世界尽头乌斯怀亚的自然风光 无一不再描摸属于阿根廷的自好 然而 在历史的荣光之下 也埋藏着时代的迷思与挑战 作为碧龙主义的发源地 在现代化道路上左右摇摆的阿根廷 近期因为政府换届 又被推上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 Unions called for protests ahead of Malay's speech saying they fear his plans will leave the country worse off 新政府 新政策 会将中阿关系的未来引向何方 仍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 在这种不确定之下 促进中阿两国的民间交往 显得很为重要 在智利和阿根廷我们惊喜地发现 许多拉美与中国意想不到的焦点和连接 也探索着中拉交往的更多可能 因为他刚刚见面的时候 我说他去过中国一次 从19年去中国 那个提案那个时候 让他就说 在智利做一个关注的与其他想法 随着一代代华人来自定居工作 中国符号在拉美大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登上舞台 我们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走进人群 我们又是连接中拉情感的桥梁 作为文化传播最生动的载体 被拉美大地诸入中国青年的热忱 友好和生命力 众志和不以山海为远 越来越多的智利和阿根廷人民 对遥远的华夏文明产生兴趣 从而让人民与人民之间能够对话合作 文明与文明之间得以同频共振 或许这正是我们此行的意义与答案 正如戴队老师赵岳之教授所说 我们行走在拉美的土地上 就是中国展示给当地最好的一张名片 走出中国看世界 行制世界化中国 只有公身入局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 才能感同身受 实现新与新的连接 你们身上其实肩负着今后 我们整个弥补赤字的对方重要的一个责任 智利天主教大学里 有一座用椅子冷气的巴别塔 象征智利多元的民族 而当今世界何尝不是一座更大的巴别塔 但我们不希望这座巴别塔越累越高 而是憧憬着有朝一日 中国人民与智利人民阿根廷人民 不仅跨越山海 而且跨越语言与文化的秋鹤 筑起天涯互联 相知相通的新思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